大家好我是雪狼 歡迎來到月光湖 那今天我們來介紹這個遊戲來說 水準有個資源那就是月曆 那不管你是新手還是老手 你會發生月曆不足的問題 那月曆在這個遊戲裡面就是武學經驗值啦 人要升等就是要靠經驗值嘛 那武學要升等就是要靠月曆 那這個遊戲來說 進階武學之前耗的月曆其實不多 所以大家早期的月曆其實都非常的充裕 所以很多人會把月曆可能會花在一些非必要的武學上面 那你就會導致上層武學開始之後 你的月曆會比較吃緊一點 那到了正派武學之後 月曆直接再翻倍 所以你會發現正派武學隨便學習一個 大概都要幾萬的月曆 那你可能每天取得月曆可能都不到幾萬 所以你會發現你的 如果你的月曆早期沒有存 然後每天該做的如果都沒有做的話 你會發現你的正派武學會走走停停 你會學一下 然後可能要存個兩三天 你有可能再點一下這樣子 所以今天會來介紹一下 我大概每天必做的 每日必做九大獲取月曆的一個途徑 介紹給大家 那這是個經驗分享 如果有遺漏的話也歡迎再補充 那九個裡面來說 有六個是常規的 那三個是非常規 非常規就是有些是隨機 但是不一定可以拿到 那常規的話是每天一定可以拿到 那如果你全部都有拿完 那包含元寶該花都花的話 你每天拿到十萬月曆是可以OK的 那如果你不想花元寶的話 像我每天是不花元寶嗎 那大概我加一加 大概一天可以拿到八萬多的月曆 是大概是每個人都可以拿到的 那這個的話是經驗分享 那給大家做個參考這樣子 因為這個遊戲 目前大概四伏已經 新服已經開了嘛 所以如果有些新手玩家 如果剛進來的話 基本上建議大概每天必做的都要做 這個月曆的話 基本上是不含天賦加成 不含副本 不含任務 不含成就 不含刷怪 就是每天你該做的做完 你就有八萬多的月曆可以拿 那如果你等級比較低的話 月曆會少一點 那像我以八十幾來說的話 月曆大概就是八萬多左右這樣子 那給大家做個參考 有六個常規三個非常規這樣子 好OK 那我們先從第一個開始講起 第一個就是武館指點 那如果有些老手聽過的話 應該是就是也沒關係 那主要是講給新手聽的 如果你剛好有遺漏 或者是剛好有疏忽的話 也可以聽一下這樣子 好第一個武館指點 那武館指點的話 算是最基本的 在我們每個 就是每個各地都有武館 那武館的話可以進行指點 早期的話也都可以進行指點 那等級越高的話基本上會越高 指點的話基本上 如果像我們八十幾的話 可以拿到一萬兩千的月曆 那最主要就是打我們三個木頭人 打木頭人玩 如果你在十回合之內打完的話 你就可以獲得月曆 那越早打完的話 你獲得月曆會越高 那最多就是一萬二 那等級低一點的話大概是 六千這樣子 六千八千一萬二 好這樣就打完了 只要打完我們的木頭人 他基本上就可以拿到月曆 你會看到 最後會飄出這個 我們指點會有月曆的這樣子 那月曆的話 一天我們可以指點五次 五次來說 前三次只要花我們的銀兩 就是花我們的錢 不用花冤寶 四到五次之後就要開始花到元寶了 所以一天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 不花元寶的話 你可以拿到三次 三次的話 一次一萬二就是三萬六 所以基本上這邊 來說 佔了我們八萬的 大概將近一半 都是靠我們的武學指點這樣子 OK大概是這樣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 就是我們的那個 武管指點 那指點的話 就是一萬二乘以三 就是三萬六這樣子 好 第二個就是打我們的那個木頭人 就是旁邊這個 木頭人的話 基本上 這個木頭人是 就是我們所有的武管都有木頭人 再加你的門派 那打完之後 基本上會拿到月曆 偶爾 運氣好的話 會加你的一些那個套路修圍 像我如果是拳的話 他就會加我的那個拳的修圍 就會加我們這個拳腳修圍 然後如果是拿刀 就是拿刀的修圍這樣子 那月曆的話 像我們拿的木頭人 大概是九百嘛 那介紹一下 總共哪邊可以拿到那個木頭人 我們總共有南洋渡 有洛陽 有孤蘇 有雙王鎮 有鳳鳴己 有幽州 然後 這六個地方 基本上都有武管 那再加上你個人的門派 像我如果是少林的話 就松山這邊的門派 那各自的門派 都有各自的一個木頭人 那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那個 跨門派的話 基本上是不行的 我不能到那個太乙 就是到太乙教 或到天道門 去打人家的木頭人 所以 每天你有總共有七個機會 可以打木頭人 包含六個武管 再加一個門派 所以你總共會有九百乘以七 大概有六千三的一個月曆 那勤勞一點的話 就是你每個那個 正常如果你每個圖 如果去收成的話 你就每個那個 武管的木頭人都打一下 大概就有六千多的月曆 這樣子 這是我們第二個 取得月曆的方式 雖然說不多 但是老實講 慢慢 每天如果你都有湊齊的話 其實還是蠻可觀的 而且還可以加一些 拳腳修尾 其實很不錯 好 那這是我們第二個的那個 那個取得月曆的方式 好 第三個 第三個在成都 如果 這個的話 新手可能還沒有辦法先加入 但是 你如果開啟成都 的話之後 基本上你在成都這邊 在二十三至十六 這邊有個書架 書架這邊有個 破墨仙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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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需要花我們十兩銀子 然後 基本上你可以進去 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心魔 配上我們四個打坐的地方 總共可以拿到一萬六的月曆 那 示範一下好了 這個拿一萬六月曆 這個非常建議要拿 因為 一萬六 嗯 嗯 花十兩銀子 買一萬六的月曆 其實還蠻賺的 那最主要是 這個比較重要的重點是 你在八十級之前 如果你是七十幾級的話 基本上它是月曆 跟經驗值是 隨機給的 那你八十級之後 才是保證給月曆 所以 八十級之前的話 你有可能會拿到經驗值 那經驗值的話 就比較沒有那麼賺這樣子 好 那 這裡面你剛進來的話 這邊都會有打坐的地方 這邊你只要看到八卦圖 都打坐的地方 寫個中宮 中宮這邊可以打坐 打坐之後 跑一下那個 跑一下條 它就會拿到兩千的月曆 那 這邊總共有四個這個打坐的地方 分別在上面 然後這個要跳過去 這個基本上就是要直接 跳過去 跳過去之後 這邊也可以打坐 那打坐之後 也可以拿兩千月曆 總共四個兩千月曆 再加我們中間有個星魔 來打一下 星魔 那總共這邊可以拿到一萬六的月曆這樣子 好 就這個 星魔 那 星魔的話 如果你四回合把它幹掉的話 你就可以用快速 就是用快速通關的方式把它打完 好 我們擊敗星魔 所以看到月曆有八千 所以 上中 就是 左上右上 左下右下 總共有四個中宮 一個中宮是兩千 然後中間星魔打完是八千 所以總共是一萬六 最主要是如果你在八十幾之前 他有可能會變成那個 他有可能會變成我們的經驗值 經驗值的話就沒那麼賺 所以 看個人 但是我還是 大概 只要有開放的時候 我們就還是會進來 那 基本上十兩銀子在七十幾的時候 老實講 不太算是一個太大的一個負擔 但是月曆來說 到時候你會非常的缺 所以 基本上拿完一萬六的月曆之後 就可以出來了 基本上就像這樣 拿完之後 就可以直接出來 這樣 等於說我們十兩銀子 買我們的 一萬六的月曆 這就是每天都可以做的 那 記得 中途如果你出來的話 你就不能再進去 假設你 那個 打坐只打了一次 然後你可能因為一些事情 然後跳出來 之後 如果你直接 中禮 就是跳回來 我們那個大地圖的話 那你基本上 你的今天的次數就用完了這樣子 好 這是我們第三個 我們那個 漢圖拿著月曆 OK 那 第四個 我們去杭州 好 我們來到杭州 杭州總共有四個地方 可以做那個 拿月曆的事情 但是這四個地方 的 CD時間是共用的 就像我們晚上可以賞月 然後我們可以去雷風塔裡面 眺望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邊 關河 就是關荷花 然後也可以關鍵 那總共這四個地方 是共用CD時間 那這CD時間 總共是240分鐘 所以 基本上最方便的就是關河 因為 賞月的話你要晚上 關鍵的話也要晚上 雷風塔你要往上爬 最方便的就是關河 反正這四個地方 你只要去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那在杭州的 十 十八的地方 在這邊有關河 關河之後你就按這邊 就是我們的取願 合願 然後你就可以拿月曆三千 那月曆三千拿完之後 你會發現那個 CD時間 它是240分鐘 就是四個小時 所以這個的話 四個小時可以來拿一次 正常一天24小時嘛 那正常可以拿六次 但是扣掉你睡覺時間的話 如果你輕鬧一點的話 大概拿個三四次是沒問題 那如果你這邊算四次的話 就是 三千的月曆 一天可以拿四次 那大概就是一萬二左右 一萬二的話 大概加一加 跟前面的那個星魔來說 也還不錯這樣子 那雷風塔賞月都OK啦 那最主要是 關月 呃 關河是比較方便啦 在這邊 十之十八 關河這邊是最方便的 你只要過來這邊 按一下關河就OK了 那就是四小時記得再來一次這樣子 那一天大概拿個三四次 應該是沒問題 總共月曆是一萬二這樣子 好 這邊是我們第四個 我們河 我們杭州關河 好 再來介紹第五個 我們勢力商店也可以買 買增加月曆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造化單 如果你是 像我是拘魂葛啦 六扇門的話應該也是 像拘魂葛 如果你去拘魂葛的寶庫 呃 每天他都會有買 可以給你買兩個造化單 跟一個 神聖造化單 呃 這個造化單 一個是一兩 那總共可以加兩千的月曆 旁邊這個神聖造化單 一個是八兩 可以加一萬的月曆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買完之後 一天花個十兩 總共可以拿到一萬兩千的月曆 這個是 那個 最基本的 而且這個是 你要買可以啦 如果你不買也OK 但是 如果你有錢的話 基本上還是建議買 因為你可以花十兩銀子 拿到一萬二的月曆 那剛剛新模式十兩銀子 你可以拿到一萬六的月曆 那剛剛杭州是 呃 三千的話 分四次可以拿 所以基本上這個的話 如果你缺月曆的話 也非常推薦可以來這邊拿 這邊每天可以拿一次這樣子 那 拿了之後你也不一定要馬上吃啦 那最主要是 你可以缺月曆的時候 在十都OK這樣子 好 這是我們第五個拿月曆的方式 就是在我們的市立商店 每天可以買到我們一萬兩千的月曆這樣子 好 第六個 第六個應該是每天大家都會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幽州跳梅 幽州跳梅 我們每天的時候基本上 啊今天是跳完的啦 每天的話可以挑戰 可以挑戰我們那個 自己的那個 每周的那個模式 跳這個模式的話 呃 跳二十次 二十次跳完之後 他就會給你兩千的月曆 再加一點的輕功修為 啊這個的話 蠻建議要跳的 因為輕功修為 其實最主要是輕功修為 那月曆的話也不錯 跳一次兩千 那 跳那個二十下的話 其實老實講 不用一分鐘的時間 所以 兩千月曆的話 不拿白不拿 一個月下來拿六萬月曆 其實也是可以幫你真派武學 多多學一下這樣子 所以 幽州跳梅裝的話 兩千的月曆 其實也不要錯過這樣子 OK 以上就是一到六點的 我們整個月曆的拿法 那等於說 第一個的話 是武館指點 可以拿到三萬六 第二個的話 是門派打那個 牧人 就是武館打牧人 總共有七個 呃 總共有七個 武館加門派嘛 加起來總共有七個 所以大概是六千三 那成都的話 我們那個看圖 我看我們的那個 波墨 波墨先貞圖 總共有一萬六 那再來是我們 杭州月曆 總共有三千 才以四嘛 大概 三次到四次 如果算四次的話 大概是一萬二 那 市立商店的話 加起來就是 深深造化單 加造化單 總共加起來是一萬二嘛 就是我們那個 造化單 加我們深深造化單 這個加起來是一萬二 那再來就是 我們幽州跳梅裝 大概是兩千 所以你把上面加起來 大概可以到八萬 十八萬五左右 那 如果你武館指點有 第四次跟第五次 如果你用元寶買的話 那再加兩萬次 基本上就會破十萬 那這就是我們常規 基本上每天 可以破十萬月曆的一個方式 那 如果你不想花元寶的話 就是武館的話 只有三次的話 大概是八萬 是八萬五這樣子 OK 大概是這樣 就是我們常規 六次 六種 我們常規拿我們月曆的方式 這樣子 好 那介紹一下第七種 第七種的話 就比較非常規 而且是很隨機 就是我們釣魚 釣魚吼 很奇怪 釣魚基本上 看個人 我曾經釣過 兩千的那個 月曆 在我們 就隨便 隨便在哪邊釣都可以 嗯 要看有沒有 兩千的月曆 但是好像只釣過兩三次而已 這個機率真的不高 所以 釣魚的話 不用太就是 太指望他有月曆 因為這個 這個真的是蠻隨機的 嗯 釣一次看看喔 好 沒有 所以看個人 我之前有釣過兩三次的話 一次好像兩千多月裡 所以還算不錯這樣子 那 交給大家 釣魚 所以我沒有把它算在常規的裡面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 取得 取得方式真的很不 那個 那個很隨機這樣子 好 這是我們那個 那個釣魚 那第八個就是我們離線掛機 離線掛機 就是在你每天 如果你要睡覺的時候 或是在你下線的時候 基本上 你只要不在線上的話 他都會幫你跑離線掛機 那離線掛機是可以得到錢跟月曆的 那來介紹一下 這個遊戲裡面 如果你要睡覺 或是長時間中禮的話 建議 如果你缺錢的話 去青城山 如果你缺月曆的話 去大雪山 大雪山的月曆 是所有地圖裡面最多的 那 青城山的話是錢最多 像我每天晚上如果 睡前 掛大概七個小時的話 每天掛青城山的錢 大概是可以 早上起來大概可以拿到三兩多 那月曆的話 大雪山最多 那大雪山倒是沒掛過 可以去掛一下 晚上如果掛一掛幾千月曆 應該是很OK的 所以 如果你缺月曆的話 就掛大雪山 如果你缺錢的話 就掛青城山這樣子 好 這是我們那個掛 就是月曆的方式 再來 第九個 就是我們的那個 九優試煉 去我們的鬼市 好 第九個 就來介紹我們的九優試煉 九優試煉也是可以拿到我們的月曆的 那基本上九優試煉 這個的話 算是每周末會拿到 所以就不是每天可以做的 那九優試煉是我們所有裡面來說 拿我們月曆是最多的一個地方 我們每天如果 像我一周打的話 像上周打我們大概是可以拿到 十五萬的月曆 所以會比你每天拿到的月曆還多 但是這個是一周只有一次啦 所以 建議如果你是 心服開服的玩家的話 如果你九優試煉到時候開啟的話 基本上每天都要來打一下 就是每周啦 每周來打一下 這個月曆會比你 每天拿的那個八萬月曆還在 還在多 那也可以拿到銀兩啊 也可以拿到九優玉 所以這些 這個的話 每周周末一定要必打這樣子 但是這個是不算在我們 每天可以拿到月曆的那個範圍裡面 所以把它算在非常貴的拿法這樣子 好 最後第十個介紹一下 補充 補充說明 我們第十個 好 第十個補充說明 就是我們江湖地質學 江湖地質路啦 江湖地質路 在我們洛陽26至21 這個要解完任務 如果你解完地質學的任務 支線任務之後 基本上你就 跟徐行之講話 你會看到有個江湖劍文 江湖劍文 你只要你的所有的地圖 只要開了百分之 九十的之後 你就可以來這邊拿錢跟銀兩 所以江湖地質路 江湖初期的時候千萬不要錯過 這個拿 算說只有拿一次性 但是如果你剛進這個遊戲的話 其實老實說很多地圖 每個地圖 如果你都跑過一遍 把黑銀都打開的話 其實拿到的銀兩根月曆真的蠻多的 那你要怎麼知道 你拿的那個 就是整個地圖 到底開 就是開了多少的那個拓荒 到底黑銀還有多少 你在每個地圖 大概都可以看到這個 像這個的布告欄 這個布告欄你是可以看的 然後這邊有個本地概況 看下去之後 你會看到 這邊有個當前地圖探索度 總共看著幾趴 如果你全部都是黑銀的話 就是100趴 那只要你黑銀慢慢把它拿掉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那個 那個94趴 那所以像我這邊還有6趴的黑銀沒有開 只要你超過90趴的話 你都可以去 這邊去跟我們拿那個江湖劍紋 然後就可以去 這邊 目前我都拿完了嘛 如果你有 那有開新的地圖的話 基本上他這邊會有選項給你選這樣子 OK大概是這樣 這邊就是我們江湖地 那個 江湖地質路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次 這個也不算在我們每一周 就是每天可以拿到月曆裡面 這算是一次性的這樣子 好 那以上就是介紹了我們9個 6個常規 3個非常規 我們所有的九大獲取月曆的一個方式 給大家做個介紹 那不知道有沒有遺漏 可能有一些小的遺漏 可能有些忘記 或者是有可能沒做吧 像什麼迅馬啦 還是那一種那種 但是好像比較少的月曆的我就沒有做 目前 以上那9個都是我們那個每天都會做的啦 就是 除了釣魚然後那些隨機的之外 大概前6個是每天都會做的 那每天大概可以拿到8萬多的月曆 那學武學的話 大概是夠啦 如果你還不夠的話 可能就要買一些那個神聖招呼單來用 好大概是這樣 介紹給一些新手玩家 就是記得從 一開始開服的時候 大概就要把月曆開始搞好 要不然到上層到正派武學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你的月曆大概都不太夠用這樣子 好大概這樣介紹給大家 那今天沒有任務請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炫耀感謝收看 下次有緣再見